农业农村部最新的数据显示 截至6月15号17时 全国已收获东小麦面积达3.1亿亩 收获进度过九成 那眼下正是浙江版稻种植的时节 杭州萧山的种植户们正在进行着插秧作业 当地现代化的农事服务中心 还提供了一站式农事服务 那此刻总台记者下周已经在现场 我们来连线他 下周你好 来给我们带来现场的观察 好的可能我们的通讯有一定的问题啊 稍后我们还会试着和下周再次进行一下连线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消息 现在呢下周已经进入了高峰期 在山东省农科院作物所的试验田里 一群由博士组成的卖收农人也开始忙碌起来 那他们就是山东省农科院作物所的小麦育种团队 那么一群博士来种麦子 他们种的麦子特殊在哪里 他们在三下又忙些什么呢 下面我们就一起去博士们的试验田里看一看 在位于济南市立城区的山东省农科院作物所的试验田里 小麦收割正在进行 和普通的农田不同 这里三百多亩的试验田被分成了两千多个小地块 分别种植着不同的小麦品种 为了准确测试每个地块小麦的形状 每个小地块需要进行单独收割 山东省农科院作物所小麦育种团队 共有科研人员40名 其中38人都是博士 今年他们承担着国家种植资源库 1500份小麦种植资源的记录和分析工作 我身后的这些种植资源 大家可以看到高高崖崖各不相同 我们每一个小区种植了一个品种 或者一个种植资源 我们把这些种植资源集中在这里进行鉴定 同事种麦子 博士们要做的是把这些种植资源 播种收获后进行鉴定 挖掘它的优异基因 再通过杂交或者其他方式来进行遗传改良 作为小麦育种的基础材料 大家看一下我手里拿的这个材料 是我们选业的一个新品系 这个材料的碎粒数在45粒以上 千粒种50克以上 综合母产达到了800公斤以上的水平 我们将对这个品种进行重点培育 种粮人都知道三下时节天气变化快 为了确保颗粒归仓讲究的是抢收抢种 而博士们在麦田里光有抢还不够 他们还要对美丽种子进行精准分析 在山东省农科院作物所的大院里 博士们正对刚刚从试验田收获的小麦 进行筛选分析 称重归类 性状分析 一个环节接一个环节 他们的三下除了下收下重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环节就是分析 对于很多处于育种关键阶段的小麦品种 还需要人工取穗 一株一株的进行脱利 这个穗子呢 是我们在田间种的第四代小麦当中选择出来的 每一个穗子呢 我们都是在田间选取这个穗型比较好看 穗子比较饱满的穗子选过来的 通过这个单色脱利机 把这一个穗子的种子这样脱出来 我们在后期选择这个比较饱满的种子 之后呢再种下去 这样一年一年的进行筛选呢 就会选到我们预期目的的小麦的品系 筛选一颗好的种子犹如大海捞针 要想培育成一个好的品种 往往需要十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 这期间需要对小麦进行不断的选择 需要团队成员对每一个关键的性状 进行反复考察分析 我们的努力预成了有30多个品种 现在山东省差不多有46%的面积 是我们的品种 这种有三个品种而录下了国家小麦这个主导品种 继续努力 继续为国家这个粮食安全 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吧 那现在正是浙江晚稻种植的时节 杭州萧山的种植户们正在进行插秧作业 当地的现代化的农事服务中心 还提供了一站式农事服务 此刻呢 总台记者下周已经在现场了 我们再试着和他进行连线啊 下周你好 来给我们带来你的观察 天亮你好大家好 那么现在呢 我就在杭州萧山浦阳镇的一个水稻插秧作业的现场 来到现场之后啊 我发现这里的水稻插秧作业 人更少了 而且插秧的质量更高了 为什么呢 来看一下我的身后 这是一个水稻插秧机 它可以让水稻插秧的是既省时又省力 现在我们看到呢 农户正在将经过长出苗头和炼苗之后的秧苗从苗盘逐个取出 放到我们插秧机的这个苗床的上面 而且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细节 大家看到了吗 在插秧机上面会有一个储存箱体 农户呢 正在往这个储存箱体里注入一些白色的液体 这是封闭除草剂 它可以减轻苗后再除草的压力 这也是种苗提升效率的一种表现 那么待会呢 随着插秧机的运转 齿轮的转动 旁边的细管 也将除草剂在种苗的同时注入到田地当中 我们再往旁边来看一下 有一台插秧机在经过摆苗和注入封闭除草剂之后 已经正式开启了这个种苗的作业了 其实种苗苗通过插秧机种很简单 齿轮的转动 我们继续抓取部分的这些央苗插到田地里头 而它央苗插的宽度还有这个间距 包括它的深度都是精准可控的 那么当地的农户告诉我们说呢 今天靠这三台插秧机就可以完成150亩 晚到的插秧工作 而过去如果说单纯靠人工的话 得200个人插一天 除了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插秧苗更省力之外 其实插完之后啊 咱们的这个施肥您瞧这是一个飞防无人机飞手 操控着飞防无人机正在我眼前的这一片田地呢 进行施肥作业 有了这个无人机施肥之后 也是大大提升了施肥的效率 现在呢靠一架这样的飞防无人机进行施肥 差不多几个小时能够完成100亩的施肥量 而过去靠人工可能七个人得要他差不多一天的时间 刚刚我们看到的是种苗和施肥 其实回到最开头我们所说的这个长出苗头 经过练苗之后的这个秧苗 它是如何孕育的 其实在旁边呢会有一个现代化的农事服务中心 水稻从种子到长出苗头 这样的秧苗也是科技感满满 我们通过画面来看一下 从这个育种到摆盘到田土到胶水到头种 包括到叠盘都实现了高度的全自动化 包括央盘的部分搬运也是由机械爪进行助力的 再运送到我们的恒温暗室去运育 有了这样的现代化农事服务中心的这一整套设备 现在只需要三个人就能完成 而过去纯靠人工的话得靠八个人 好 回到现在我们的直播现场 刚刚大家所看到的这个现代化的农事服务中心 究竟能够给咱们的农户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帮助呢 我手上拿着一个平板电脑 现在咱们当地周边的农户啊 通过PC端和手机端就可以一键下单 比如说选择你想提供的这个商品的服务方式 比如说选择集中育苗就可以享受到 刚刚我们直播所看到的插秧育苗再到施肥的种植全周期的管理 简单理解就是我有一块地还你一片田 包括收成之后还可以帮您卖大米 现在呢在浙江这样现代化的农事服务中心还有280多个 一个农事服务中心的服务半径达到了5公里左右 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助力三下农事作业 好 现在把时间交还给北京演播室 随着新制生产力的加入农业生产也在提制增效 好的 谢谢下周发回的报道 下周发回的报道